我們拿了這些都是平常心 平常心,沒有開不開心 都是做好些給街坊熟客 當然拿了米芝蓮 都是給自己一個肯定的面 很多人聽到米芝蓮三個字 都會覺得一定是貴價的餐廳 但紅磡這間開業了26年的街坊小店 剛剛今年初 就首次榮獲米芝蓮的必比登推介 我們是1996年9月去的 吃雲吞、碎餃、碎餃、碎餃 碎餃、碎餃、碎餃 都是自己包的 第一次來到 一定要嘗試給米芝蓮 點名推介的吃飯 見老闆30秒功夫 就包完一個非常熟悉 我們好處好處 一個都不會包定 是客人要我們才包 包定因為吃飯是熱 糯米很熱 熱就會令油條、肉鬆軟 便會把油條捲出油 吃下去就沒那麼好吃 新鮮包的比較脆 店舖選用泰國糯米 包著新鮮的油條、炸菜和肉鬆 聽上去好像很簡單 但每一個都要做到新鮮熱辣 糯米香軟粒粒分明 油條也要保持到剛剛炸起的香脆感覺 肉鬆鹹中大甜 配合炸菜獨有的鹹味 每一樣食材都要平衡得宜 而酸辣湯的材料亦與別不同 加入了番茄去煮 味道分外酸香 酸辣湯香港人比較少和番茄 其實人家北方人 包括北京買的酸辣湯 有人都加番茄 番茄這個好處就是 加進去令到味道改變了湯 比較口味 以前是加豬紅 但後來禽流這樣之後 豬紅就沒有人加 加雞紅也沒有 他們什麼紅也沒有 我們才加番茄 想吃得更加地道 就要吃他們的鹹豆漿 每日新鮮煮的豆漿 配上銀蝦、仔肝、炸菜、蔥、油條和豉油 蝦乾的味道咸香香口 令人越吃越起勁 很足料 而且比外面吃到的大塊 我很喜歡油炸的鬼 而且我看到它是剛剛包給我 豆漿是我喜歡的味道 它有豆香 OK 通常六點到七點 回來做豆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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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邊一邊去 滅空的檔 整便做 現在辛苦 找找找找找 老闆六十多歲 每日早上六點 就會到店舖開工 一做就做到晚上 差不多十點多才下班 幾乎年中無休 而兒子Jason 平時放了工 都會去幫忙打點 希望可以幫助他們 大家都年紀大 家人年紀大 那些都做了很多年 都辛苦 一定要有些年輕人來幫忙 才會有動力 否則很多事情都會做得很慢 令米智蓮之後 店舖的知名度大增 很多人專程來到排隊買癡飯 亦都變相令到店舖的工作量大增 最後Jason就索性 工都辭埋 決心一家人拍住上 我平時都是回船 沒有效應之前 在明智蓮後 都可以應付到 但是現在客戶都多了 多了大家支持 老人家做了那麼多年 他又去自己 一程堅持的事 他獲得獎 也很高興 然後就開始想 我需要幫他傳承下去 所以最後打算回來試試 看看能不能做得到 店舖細細 但充滿人情味 很多街坊都已經 光顧了很多年了 我們有些街坊 有三多人都在這裡吃 光顧我們 二十多年 很多很多 有些社稅牛 以前在這裡工作 那些 走到另一邊 都會回家找我們聊天 很有情感 如果有時間 不如進去喝杯豆漿 吃個癡飯 感受一下 這區的舊區小店情懷氣氛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